傻小子学害怕 从前呀,有一个小伙子,他总是傻头傻脑的,什么事也做不好。 他的父亲呢,就很为他担心,不过他倒是无忧无虑,过得很开心呢。 只是有一件事始终困扰着他,那就是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 晚饭过后,一家人经常围着炉火讲故事,每当讲到恐怖的地方,听故事的人都会说,太可怕了,我害怕。 小伙子心想,嗯,到底什么是害怕呀?为什么我从来不害怕呢? 一天哪,父亲对他说,你都长这么大了,也该去学一样谋生的本领了。 你想学什么呢? 小伙子对父亲说,我想学害怕。 这一定是一种了不起的本领,我还一点害怕都不会呢。 父亲对小伙子说,害怕可养活不了自己呀。 没办法,父亲只好求助于教区的执事。 执事说,这好办,你把它交给我吧。 小伙子到教堂当了一名敲钟人,可是不久,小伙子在教堂闯了祸。 父亲把他领回家,给他五十个银币说, 你真是伤透了我的脑筋。 你拿着这些钱,自己去闯世界吧。 记住,不管你到哪里,都别提我是你的父亲。 小伙子带着五十块银币走了。 一路上,他不停地自言自语。 要是我会害怕该有多好。 要是我会害怕该有多好啊。 他走进了一家小店,嘴里还在不停地嘀咕。 店主人无意中听见了这话,大笑起来说。 如果你只是想要这个的话,那太容易了。 店主的太太连忙阻止他。 你别说了,有多少人都在那儿送了命呀。 小伙子听了说。 没关系,快告诉我吧。 只要能够学会害怕,我不在乎付出多少代价。 店主人告诉小伙子。 在不远备,只要在那里带上三个夜晚,或许只要一个夜晚,他就会知道害怕是怎么一回事了。 国王已经许下诺言。 谁要是赶到魔宫一世伸手,就把公主许配给他。 这位公主可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呢。 魔宫里藏着数不尽的金银财宝。 谁要是得到这些财富,保管会成为天下最富有的人。 但是,有一群恶魔看守着这些财宝。 许多的冒险者已经在里面丢失了性命了。 得到国王的允许之后,小伙子带着三样东西进入了魔宫。 这三样东西是一把火,一个木匠工作台,一台带刀的车床。 半夜,小伙子把火烧得旺旺的。 这时,传来几声猫叫。 两只大黑猫从角落里跳出来,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小伙子。 黑猫对小伙子说。 喵,伙计,我们来玩牌吧。 小伙子回答说。 好啊,不过我先要检查一下你们的指甲。 黑猫果真把爪子伸了过来。 小伙子抓住黑猫的爪子,把他们打死了。 刚收拾完这两只黑猫,从角落里又跑出无数只黑猫黑狗, 还拖着烧红的链子。 他们到处跑,把火也给踩吸了。 小伙子忍无可忍,拿起车床刀大喝一声。 你们这些混蛋都给我滚开。 他左披右抗,不一会儿就把这些畜生给收拾了。 小伙子一转头,看到角落里有一张大床, 他心想。 嘿,正好我想睡觉了。 谁知道。 他刚躺到床上,大床就转动起来。 小伙子叫道。 转呀,再转快一点。 话音刚落,大床便像着了魔一样上下翻滚。 接着,轰一声,翻转过来压在小伙子身上。 小伙子使劲地钻了出来,不懈地说。 现在,谁想睡就去睡吧。 然后,又回到火堆便睡了。 就这样过了一夜。 小伙子觉得挺失望的, 因为他还没有学会害怕。 第二天晚上,小伙子又守在火堆旁。 随着一阵巨大的嘈杂声, 从烟囱里出来一个只有上半身的人, 跌跌撞撞地向小伙子走过来。 一会儿,他的下半身也从烟囱里钻了出来。 小伙子转身去拨火。 等他转过身来, 两节身子已经合在了一起。 接着,从烟囱里走出来, 越来越多这样的家伙。 他们都带着九根骨头和两个骷髅头。 他们把骨头支在地上, 玩起了撞球游戏。 小伙子大声说, 喂,也算我一个好吗? 他们回答说, 好啊,有钱就来玩吧。 钱我有的是。 小伙子回答, 不过你们的球不圆, 看我的。 说完, 他抓起一个骷髅, 放到车床上, 把骷髅给车圆了。 小伙子和他们一起玩起了撞球游戏, 输了一些钱。 十二点的钟声一敲响, 这些人一下子就消失了。 小伙子心想, 这可真奇怪, 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他回到火堆边上, 不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 天亮了, 小伙子揉揉眼睛, 周围还是老样子。 小伙子失望地说, 唉, 看来我是学不会什么事害怕了。 第三天晚上, 小伙子依旧守在火堆边上, 嘴里还不停地嘀咕。 我怎么才能学会害怕呢? 这时, 从暗处走出了一个老人, 身材特别地高大, 留着长长的白胡子。 你马上就知道什么是害怕了。 你这浑小子, 我要宰了你。 别急, 你要杀我可没那么容易, 先让我见识见识你的本领吧。 那好, 你跟我来。 他们穿过黑乎乎的走道, 来到了一个铁区区前。 老头子拿起斧子, 一下子把一个铁钻打进了地里。 这算什么本事? 看我的吧! 小伙子走到另一个铁钻跟前。 老头子低下头来观看, 长长的胡子垂到地上。 小伙子用力一劈, 把铁钻劈成了两半, 还把老头子的胡子给漆了进去。 这下我可抓住你了, 你这糟老头子。 小伙子, 挪起拳头, 劈头盖脸地朝老头子打下去。 老头子被打得哇哇怪叫。 别打了,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我有一大笔的财宝, 只要你助手, 我全都给你。 老头把小伙子带回了魔宫, 给他看了三个大箱子对他说。 一个分给穷人, 一个交给国王, 剩下的就是你的了。 第二天, 小伙子带着箱子回到了皇宫, 因为他破除了魔宫的咒语, 国王遵守诺言, 把女儿许配给了他。 结婚以后, 小伙子和公主生活得很幸福, 可是小伙子还是有点遗憾, 因为他至今还没有学会害怕。 他成天不停地念叨, 我要是会害怕该有多好, 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害怕呢? 公主受不了她的唠叨, 终于有一天生气了, 她说, 今晚我就要让她知道什么是害怕。 公主叫人从小溪里捞了一桶虎虾鱼, 趁她丈夫熟睡的时候掀开被子, 将桶里的鱼和水, 一股脑地抱在她丈夫的身上。 小伙子从睡梦中惊醒, 大声叫道, 哎呀, 怎么回事, 我好害怕呀。 天哪, 亲爱的, 我终于知道, 什么叫害怕了。 就这样, 小伙子终于知道害怕的滋味是什么样子了。 小伙子终于知道害怕的滋味是什么样子了。